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世事难料 整个台北股市收盘只有小跌了两点 而且很多的全职个股 它并不是往下撒 它反而是往上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其实五月份已经正式性的结束 未来里面来讲话 五月份本来就是一个多空对峙 其实在五月初以来 在四月底五月初 鼠方就已经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五月份的操作的难度 它非常的高 特色上面它就是非常的黏 整个一个大盘 它多空的对决 它一定是由量上面 它去做决定的 而在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 三天之前我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你该关心的是 在昨天摩台记者结算 对于今日里面而言 整个MSCI季度的一个调整 你应该是用平常心去做看待 相形无量的架构之下 就算昨天的拉回 MS整个一个摩台旗子 并没有拉高结算 但是下杀有量 它并没有 如同这样的一个逻辑 你要拉回到今天的盘面 在今天大家都是担心 MSCI季度有一个调整 你看一开盘就往下杀 杀得出量人潮吗 它的量在开盘的预估成交量 除了在最后一盘之前 其实预估成交量 连1400亿都不到 所以它一直是到最后里面来讲 才一次性的一个补量 来到了2000亿 有些观众朋友就会问说 你指数是收黑两点 你是出量的 这样子不好 其实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上面 它跟你在看指数的涨与跌 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今天的大盘 因为你开盘开低 它最后只有小跌两点 今天出量但是红棒上面 你要去注意 它并不是黑棒式的带量 它是红棒式的带量 所以就价量的结构上面而言 它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在之前的11000点之上 因为你的指数 创了之前的高11039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KT指标在指标50附近 做正交叉 它一定是要交代过前高 可是你过前高之后的空间 到底有多少 它是决定在你的量能潮 如果你都是双倍零 那它这样的话 它就是还没有定输赢 所以整个大盘 它的多空的一个空间 空间到底有多大 它是决定要不要去做放量 那所谓的区间相形的一个区块上面 怎么样去看待 那我就跟大家讲过 没有放量之前 低进高出高出低进 是不是还是如此 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是投资朋友的心 它一直在起伏 那你问我说 川普在假日中 对整个 应该说香港 香港的一个国安基本法上面 我觉得它一定不会说好话 它怎么可能会说好话 可是你回头去冷静的想想看 除了经济制裁 它还能如何 就像我昨天花了很多的一个时间来讲 一体两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在这边里面来讲 你把政治 当作你操作的一个中心思想 你不会赚钱的 香港有大跌 有跌 但是没有大跌 大陆的一个股市上面来讲的话 它还小涨 那台币更神奇了 理论上 如果区域 因为我们台湾是岛国经济 在区域性的不稳定 台币在基本上而言 它是容易扁的 但是今天里面并没有 它反而在今天的新台币 在整个盘中还升值了7分 现在升值了5分5 就是新台币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会认为会有区域性的不稳定 那如果中国大陆的资金上面 能够移转回台湾 那不是一件坏事情 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股市上面它分成 我说过 基本面 技术面 跟资金面 所以从资金面的角度 它不一定是坏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说过 如果站在人权的角度上面而言 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给香港人游行跟示威 但是对于暴力活动上面来讲的话 你也必须给他们一些法律上面来讲 该有的一个尊重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 如果你现在回头去想 反送中当时候 它从示威游行到暴力活动 那整个香港的经济是什么 整个当时候的香港股市是什么 那就像我现在来看 一体两面这些事情 这些欧洲国家 或是美国国家的先进国家里面 所以要支持 支持香港的一个所谓的人权 所以要处罚中国大陆 所以要取消香港的特惠 关税上面的特惠 或是以前一个区块 特别的一个优惠的区块 因为香港以前是属英国的 但是我请问大家 你站在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些欧美先进国家 这些的经济制裁 他们真的是对香港人民有帮助吗 你取消的香港的关税的优惠 这到底是对香港人的惩罚 还是香港人的帮助 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我说一体两面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觉台湾的新台币 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 它产生了贬值 那就代表 搞不好有一些的资金 反而跑到台湾来 反而跑到台湾来的过程之中 就资金面而言 它就不是一件坏事情 当然新台币的一个升值 到底会不会对于整个一个 企业界上面的 汇退损失产生的影响 不过我始终来观察 整个一个新台币 其实它就是在上10块上下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巨幅的波动 那就不会造成所谓的汇退的收益很大 或是汇退的损失很大 所以这个区块上面来讲 我个人觉得还好的 所以台北股市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美国股市 它其实川普越来越好判断 他的判断上面你只要把他每一句话去做追踪 他在5月14号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讲过 他说空头太嚣张 5月14号 那你来看5月14号 如果以费办指数来看 他就是相对的一个低点 那之前费办为什么会从这个高点 打下来到这个低点 就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 所以他在这个点位之上 他就会讲中美贸易战制裁中国 然后在这一个周末里面来讲 可能会放话 美国股市是不是又因此而拉回 但是只要把这个图形记住了 美国股市的拉回 你要很紧张吗 我觉得你不必 就像你在面对 现在很多人在谈 今天来讲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我觉得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我今天要交一个 可能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 我有提到过叫腾落指标 其实腾落指标这个技术面上面 并不是你去观察 这个台北股市 它多头怎么样 价量结构怎么样 它不是这个参考 它是参考这个台北股市 今天它是跌假的 涨真的 还是涨假的 它是从结构面来 告诉你这样的区块 如果你误我说 今天我会怎么做 我会逢低做多 为什么会逢低做多 虽然今天的旗指上面 它并不强 它并不强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它带领到台北股市 一开盘到收盘之前 基本上指数都是跌的 可是它的腾落指标上面 告诉我们说 它上涨的加速 都一直大于下跌的加速 那就代表今天的指数跌 它是跌假的 跌假的过程之中 它在极短线上面 不是今天 就是在下礼拜 它会弹 因为它是杀假的 同样反过来看 如果今天的指数是涨的 你按照道理讲 你的涨的加速 是不是应该比较多 像今天的OTC就是涨的 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这个很正常 可是如果它是涨的 但是下跌的加速比较多 那就是涨假的 这个样的格局之中 你就可以在极短线上面 知道台北股市的结构 它好不好 以我今天的观察 我觉得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 它是OK的 没有问题 它是可以逢低上面来讲 稍微去做留意的 以目前的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 腾落的指标 它表现是OK的 在没有出量之前 我还是提醒大家 冷静信心耐心跟恒心 虽然是老生常常在5月份 但是它在6月份 你一定要做好的准备 因为多空对峙 是在这个时间点 但是它已经是最后阶段 它将来里面来讲 它势必要去做对决 而这对决的一个 基本面上面的前提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在这种过程 传产个股 因为整个全世界 不在锁国 不在封城 它可以从18层地域 浮上水面 但它也绝对到不了 101大楼 尤其是在观光泪鼓 为什么跟大家讲观光泪鼓 请问你现在敢出国吗 如果你有认识 旅游的 借的一个朋友 你去问他 办国旅 办国内旅游 它能不能赚钱 旅行社 它是很难赚钱的 饭店内里面来讲 能不容易赚钱 很难赚钱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你要做这个区块 观光饭店这个区块 麻烦做短一点点 这个道理这样子 但不是所有11柱型 它都不好 它有分层 很长期之中的一些变化 电子个股 它的造就 要造就在哪里 好的 营收双成长 必须利多反应 我就跟大家讲过 NB NB的区块 5G的区块 SE2 它基本上来讲 因为受到欧美的锁国封城 跟新兴国家 譬如说印度好了 它有没有锁国封城 它也是锁国封城 它怎么会卖得好 其实整个一个 所谓的瓶盖个股 它在第二季的支撑 它就是靠整个NB NB这个区块上面 那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譬如说NB要出来 MacBook Pro的部分 iPad Pro的部分 那再过来呢 到了下半年里面来讲 除了iPad Pro 还要再出来呢 它没有疫情 你再有疫情 你可以月减 但是年增 难道不好吗 如果市场上面来讲 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 去做思考 我觉得决战六月天的过程 未必多头会输 未必多头会输 因为你 传产个股 你公布营收 大利空 很多都是大利空 月减年减 很多的一大堆 亏损的也一大堆 因为锁国跟封城 但是如果市场上面 就是会用一个利多解读 就是说你最烂就是这样 就是出现在五月 你后面里面来讲没这么烂 那就可以没事 那电子个股里面来讲 大家都说华为事件或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 华为事件不会现在影响营收 现在反而会有极单 它真正的影响一定是要到第四季 跟明年的第一季 你才知道 那现在搞不好就有极单 那你又在担心什么 如果这个过程之中 月减年增 整个市场上面来讲 可以接受电子个股 是这样的角度 那碰到了六月的一个 多空的决战 未必多头会输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所有从技术面的 一个角度上面而言 我跟大家讲 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香 对不对 你在香型的过程中 它只要是没有量的过程 它就是香 任何的香型的突破 不管是上元 多头的突破 变成下一个股票的香型 或是跌破香型的下元 到下一个股票的香型 它真突破 或是真跌破 它必须要有量 假设没有量 在操作的策略上面而言 你就是低进高出 就像我们在前一阵子高出 你说你茂林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时间点 我来看一下 茂林的一个区块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历史新高 5月27号 你可以短出 对不对 然后涨的时候短出 拉回的时候 低进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是不是有弹起来 那像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不是只有它 你看2387的晶圆 2387的晶圆 也一样 我说键盘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 剪刀角的区块 其实都是在这一波 跟NB上面 相关性的个股上面 它都是蛮强的 不是只有如此 电竞笔电的部分 因为NVIDIA的一个效果 伺服器的部分 因为远端需求的区块 其实他们的营收的一个状况 都还不错 在第二季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来讲话 用一个眼光 用长期的一个眼光上面来看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这个 长线低机器 短线转强个股 我今天也是大涨的 所以你不要拿显微镜来看一天 不然的话我就问大家 你五月份每一天拿显微镜来看台北股穴 拆它涨还是拆它跌 我就跟大家讲进出的频率少一点点 你量缩真的不好做 相信你也不好做 除非你能够反市场 几涨几跌反向操作 否则你都是指数涨你追 指数跌你杀就像今天一样 你有讨到便宜吗 你只是一层皮一层皮被扒掉而已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希望观众朋友 不要拿显微镜来看一天之中 现在的长雨跌 你要赚钱 你必须拿望远镜去看 未来台股迎战六月天的一个机会 所以要跟着我们一起 去做播种跟耕耘的观众朋友 你要靠自己赚钱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数额的手机定位是在这里 你不是最喜欢吃青椒的吗 该不会被发现什么呢 你就是应该要换手机 天化的时候声音又不一样 青春的滋味 有时很努力 又是想放弃 又是热血爆冲 我的梅子绿 又是只想放空 学校会离开你 同学会离开你 只有数学不会 数学不会 为什么不会 古道梅子绿茶 什么V啊什么V 我的青春 泳城国际投顾 明知诚信 专业 客户至少 零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之骨 顶尽硬体设备 公司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经理读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 独二选择 有成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有成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这种诚信专业 这个跟他很久了 我真的催不过啊 那黑色啦 我们是都把德国进口的洗疗医 更专业啦 医疗及MPS 有效治疗 瘀青肿胀 即蔓延 去黑青神器 洗疗医 请 乌龙 红 感谢混音 乌龙香 红茶醇 力顿乌龙红 混出令人赞叹的新茶感 力顿乌龙红 新上市 绿油精 滚珠瓶 轻轻一滚 把精神打开 让三痛解散 跟骚痒 说拜拜 清新书信 绿油精 滚珠瓶 失能不是老人的专利 这些长照2.0几乎都考虑到啰 除了失能身心障碍者 还有像未满65岁 但是已经满55岁的年住民朋友 以及50岁以上的失识症患者 都是我们长照2.0的服务对象 给身体最好的 贵阁喝的燕麦 帮助降低胆固醇 无意形成体脂肪 每瓶不到200卡 多种精心好风味 贵阁燕麦饮 一天一瓶哦 猪头马上就抓住谁 今天的猪头就是他 傻啊傻 不知道你有什么脑袋 他就是猪头啊 今天中午晚上6点 收集到权利新东业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比较属于短线上面 投资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最近里面 一直提醒大家 你必须要出量 扭转原来的一个形态学里面 它才叫做惯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 它必须出量 均线扭转向上或是向下的时候 你才能够定多空 如果没有出量之前 你就以相形式之 那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出量之前 因为台北股市现在轮动很快 做短了很多 多空看法是很分歧的 所以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跟杀低 没有出量之前 操作上面都是以低接 都是以低接 你今天不要以为你接黑的 你很可怕 有时候隔一天里面 今天黑的是明天涨的 前几天的强势个股 大家每一天工具机工具机 外资看好工具机什么什么的 讲了一堆 我给大家随便看一下 雅德克 跌停板 上瘾 外资大买的这一天 成本不就在这里 不是他们跌下来不好 而是你不可以追的 其实传产个股的特质 就是他涨一天 他会休息很久 休息很久 你又不理他 你又卖掉了对不对 他要给你涨上去 这是传产个股的特色 所以为什么市场上面的人 比较喜欢玩电子个股的原因 是电子个股里面 他比较不会这样 他每一天的活泼力都很强 原因就是如此 不是只有如此 再给大家看一个 值得 这一根红棒 拉到快要涨停板 投信大买 结果昨天跟今天 你都比投信买的便宜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大家自己留意 这一档长线低机体的个股 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有想过 如果有一家公司 他最坏的情况 就是现在 他未来有很多的题材 最坏的情况就是现在 他就可以有长期之中 他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 因为现在你能够去想到的 很多的一些的题材 他几乎都会有 不管是mini LED 不管是未来 在2022年 苹果会推出来的AR 眼镜的区块 他也会有 甚至在未来里面来讲 他本来不是苹果手机的概念个股 他也会配合到中国大陆打进这个区块 在长线上面的股价 他是腰斩在腰斩 打了那么多年 不是一年两年 打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底型 现在才刚刚窜出头来 你觉得你的风险大不大 这就是大家自己要去做一些留意的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 长线低机体的个股 你就不用过度的一些的担心 所以你只要能够回归回来 这一家公司的获利到底有多少 这一家公司的未来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题材 而这个题材 能不能够带来获利 能够带来获利 他就有很大的一些的机会 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 世新是不是如此 说是你看到剪刀脚的个股上面 它是不是如此 它就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它带来的一些新的应用 那你再来看看 大家应该知道 mini LED里面 这支是最难做的 叫做晶电 请问晶电在昨天里面来讲 他的一个股东会说 我买钱我买钱 我不会赚钱 我mini LED来讲话 也不会造成我今年赚钱 我要转亏为盈 单季转亏为盈 全年还是亏损 单季转亏为盈要到第四季 因为它是苹果的 mini LED里面的概念个股 第二季推 推Pro级的MacBook 第三季推iPad Pro级的一些个股 对不对 那你来看 这一家公司为什么股价不跌 亏损公司里面来讲 它可以这样子的位阶 那就是一些新的一些的应用 我不是叫大家买晶电 我对亏损公司其实没兴趣 你知道我的习惯上面 我先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对杀进杀出没兴趣 除非这个盘式上面 它很需要做差价 就像我们在之前 大盘跌到8523 抢不乖离的反弹 带着惠云抢 或是在最近里面的乡型 我们才会做价差 而且我不是做当日价差 我没有再做当日价差 你有时候会失真 因为市场上面当冲的人很多 它会让你在盘中里面来讲 很难做 那你只能在急涨急跌的时候 反向操作 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些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我刚才说NVIDIA NVIDIA它会带动的 就是电竞类 电竞类的笔电 它可能在最近里面来讲也不错 我们从25块多 告诉大家的一个桥位 一路以来涨到28块钱 28块钱 那现在里面还27块多 在这种时间点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品牌个股还有很多 都是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的 所以目前虽然我知道 电子个股要成为唯一的主流 它必须把资金的流向比 来到7成之上 但是资金的流向比 当电子个股下降到6成之下 它也是非电方面来讲的话 太过过热的时候 所以你操作在这个区块 你自己要了解到属性 基本上你就要了解到 那现在里面就还是这个箱形 这个箱形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你就是根羽 你在根田的时候 这个箱形就像你根田 这一列一列的田里面来讲 绝土下去 绝土下去是播种下去 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在下半年里面 成为赢家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真的希望观众朋友 真的不要看一天两天 而且你会被这消息面上面 来讲话左右 而且很多的消息都是不对的 我必须要讲 我看很多的报道 那消息都是不对的 我没有时间告诉大家 你不要拿显微镜来看现在 你要拿赚钱 你要拿出望远镜 你要懂得实实在在的 去耕耘跟播种 在迎战台股六月天的时候 多于空之中 以跟着属方来帮你把握 我绝对不是一个使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使空头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买好股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着我们操作 买好股就对了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